大家主日平安 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 胭脂危机的背后 不是转机 今天的那个经文有一点点长 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 《沙漠记》上23章和24章的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备齐 西佛人就起身 在扫罗以仙往西佛去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雅拉巴 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 有人告诉大卫 他就吓到要拿货他们 忽悠使者来报告扫罗说 斐利诗人放尽抢掠 请王快快回去 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 回去攻打斐利诗人 因此那地方名叫西拉哈玛西罗解 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积底的商寨里 扫罗追赶斐利诗人回来 有人告诉他说 大卫在隐积底的旷野 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三千金兵 率领他们往野羊的旁石去 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路旁的羊圈 在那里涌动 扫罗进去大解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 跟随的人对大卫说 耶和华曾应许你说 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 你可以任意带他 如今时候到了 大卫就起来 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 随后大卫心中自责 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 对跟随他的人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 扫罗出去 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 有点长哈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很多时候呢 你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好还是坏 你也不可预测 这种不可预测性 这种难以掌控性 就是我们人所说的人生无常 而在这个人生无常当中呢 我们也会相信会遇到很多的危机 但世人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第一的反应就是 我要想办法去解决危机 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也同样会遇到危机 但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跟世人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呢 那就是我们有一位 创天造地的耶和华 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 我们基督徒有这个伟大的神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 可以信靠的盼望 我们要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 我们自认为的危机 可能会让我们更多的经历 我们与神的同在 可能会让我们更多的经历 从神而来的帮助 胭脂危机的背后不是转机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几节经文的学习 我们来看一看大卫是如何面对和解决他的危机的 第一 危机常在的人生 首先我们来简单地了解一下 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一些人物的关系 这里扫罗和大卫都是被神所高立的以色列的君王 扫罗是第一任君王 大卫是第二任君王 而且大卫是扫罗的女婿 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 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后面的这张地图 这张地图这里主要是讲述大卫他躲避扫罗的追杀 首先大卫是之前进入亚杜兰洞 后来又进入了哈列的树林里面去 然后又进入到伊基拉这边他去对抗菲利士人 之后他又继续往南下逃到了西佛的树林里 西佛旷野的树林里 之后他又进入了一个马云的旷野里去 就是为了躲避 扫罗一路追杀他 他就一路下来往下躲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扫罗他当时他杀大卫的心是相当地迫切 他刚刚转去跟那个斐利士人打完仗 我们刚读了经文 刚刚打完仗 他又马不停蹄地转回来 继续去追杀大卫 因着扫罗的这个继续围捕 然后大卫只好又往西部 就逃到了那个死海旷野的 引基底的旷野里去了 从这个事件的背景里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当时大卫他是过着一个 颠沛流离逃亡的日子 而且他是一直处于一个 被追杀的危机当中 另一个实际情况 我们看到是双方的兵力 非常地悬殊 我们刚刚读到经文说 扫罗带着是三千的精兵 而大卫他是有多少人 从往前一点的经文里面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大卫和他的跟随者 当时是只有六百人 所以当时的大卫 他不单单是过着一个 颠沛流离逃亡的日子 他不单单是处于一个 被追杀的危机当中 而且这个危机是 命悬一线的大危机 我们在看到经文 二十三章二十六节里说 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 四面围住大卫 要拿过他们呀 所以这里出现了四面围住 这个词 表明大卫是马上 立刻就要被扫罗他们抓住 要知道 大卫当时一旦被抓住 扫罗他记恨他的心 他是杀之而后快的 所以也就是说 当时大卫遇到的 就是这样一个 命悬一线的大危机 第二 神必次转机 美国的肯尼迪总统曾经说过 中文里这个危机 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第一个是危 危代表在英文是danger 就是危险 机代表opportunity 就是机遇 所以他说在每一次的危机当中 你要认识到危险 但你也要什么 你也要认识到机遇 由此可见 危险和机遇 常常是并存的 所以大卫在被扫罗 他们四面围住的时候 陷入这样一个 并悬一线的危机当中的时候 他的转机在哪里 我们回到之前的经文 23章27节说 忽有识者 来报告扫罗说 斐力士人放尽抢掠 请王快快回去 这里的忽有这个词 用得非常的奇妙 你说斐力士人他早不来 晚不来 偏偏在大卫即将落亡 即将被扫罗抓住的时刻 却来了 以至于扫罗他分身乏术 他无法继续去围捕大卫 他只能先回去对抗斐力士人 这个奇妙的时刻 就是神赐下的转机 也就是说 神大能的手 他一直托举着大卫 保护着他 所以当我们陷入危机当中的时候 神也必会预备一个转机给你 也必会保护你 我们要坚信这一点 永远都不会改变 第三 思考和寻求 从前面的经文中 我们看到 虽然面临五比一 如此兵力悬殊的一个实际情况 但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就这样送到了大卫的面前 我们看到扫罗他独自一个人 进入了大卫 他们所躲避的这样的一个洞穴里面 然后大卫的跟随者 又在那里提醒大卫说 这是耶和华 将这个仇敌交在你手里了 你可以任意处置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现在动手去杀掉扫罗的话 对大卫和他的跟随者来说 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 他们可以不费一兵一卒 就轻而易举地去杀掉扫罗 第二 大卫和他的跟随者们 终于可以结束这种躲避 而又常常遇到危机的 这样的一个日子 第三 就是大卫他作为耶和华的受高者 他终于可以正式地登上以色列的王位了 面对这么多的好处 好像真的就是神安排的好机会一样 错过了 岂不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看到经文24章第四节里 大卫的跟随者对大卫说 如今时候到了 弟兄姐妹 如今时候是不是真的到了呢 在危机中 我们更多地要学会去思考和寻求 这个机会 这个机会是不是神安排的 对的机会呢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大卫 他是如何做的 他有没有凭血气 趁机去杀掉扫罗 他没有 他没有杀掉扫罗 他只是起来 他只是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跑的衣精 他是经过思考和寻求的 面对这样一个试探的环境 他没有选择去随从他自己的肉体 他也没有顺从人的好处 他不凭人的血气去行事 他不认为这是神给予他的一个对的机会 所以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在面对很多机会的时候 我们都要学会思考 也要学会去寻求 之前看到一些新闻 就是说大麻在美国现在是合法化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 特别是在纽约的这些华人 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是一个赚钱的机会 他们很多人就前往加州 内达华州 缅英州 新泽西 等这些地方 他们就去大量地去种植大麻 很多人的确是赚到了很多钱 但是我们要知道 在美国现在说规定是 大麻稀释是合法的 但是私自去种植 却是一个重罪 结果这一批看准机会 又大赚一笔的很多投机客 很多后来都进了牢房 还有一些呢 因为利益的冲突 就遭到一些 就是有一些他们的班派 或者是有一些利益的冲突 就去枪杀 枪杀他们 然后后来他们也失去了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就说我们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环境当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更多地学会去思考 去分辨 还要去寻求 第四 神勇为第一 我们继续看 《撒姆尔记》上的 二十四章第五节 随后大卫心中自责 因为割下扫罗的衣经 在当时大卫的心中 神是被他摆在第一位的 他看中神 因此他也看中神的受高者 就是扫罗 所以大卫只是割下了 扫罗外袍的衣经 虽然只是这样一个动作 他的心中却满了自责 因为大卫认为 扫罗的王福 就是王身份的象征 割了他的衣经 就有失大卫对扫罗这个 耶和华的受高者的一种尊敬 在大卫看来 这也是对王的一种伤害 因此他的心中会感到不安而自责 并且他说 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敢伤手害他 因他是耶和华的受高者 心中自责 也反映出大卫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 他很敏锐于神的心思和意念 他知道如果去对付耶和华的受高者 就是去对付神啊 因此他很警醒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万不敢伤手害他 面对这样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个考验 在我们人的层面来看 如果大卫直接把扫罗杀掉 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当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知道神是怎么看的 只因为大卫始终把神摆在第一位 所以他才不会去冲动行事 他把凡事都交托给神 遵行神的旨意 他讨神的欢心而不是去讨人的欢心 《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 既废了扫罗 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 又为他做见证说 我寻得耶稀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凡事把我们的主摆在第一位 第五 顺服并实践 我们接下来看 大卫他不单单是心中自责而已 他不是想想就算了 他还用实际行动来告诉我们说 他是真的顺服神的 我们一起看到《萨姆尔记》上二十四章 第七节 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 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 在遇到危机的时候 在面对关键的抉择问题上的时候 大卫他始终没有越过神 他不单单是顺服而已 他更是付诸实践的 始终耐心等候神的时间 始终耐心等候神的安排 耐心地接受 神默许临到他身上的各样的磨练 顺服神的旨意去做 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去思考和学习的地方 我们反过头来去看扫罗 他却没有如大卫那般 他只随从自己的肉体和私欲 就像罗马书八章第五节中提到的说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现实中 我们也常常地会遇到这些困难 求主来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中 显明他各样的真理 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随从圣灵的带领 使使怀着一颗敬畏神的心 顺服他并遵行他的旨意 我们再思考和回顾一下 我们刚刚今天学的经文的这些故事里面 我们也来对照我们一下 对照我们的自身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 我们是否遇到过一些危机 在这些危机中 你是否抓住过或者发现过 神为你预备的转机 在这些危机当中 你是否思考和寻求过神的心意呢 你是否将神摆在第一位呢 你又是否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呢 今天我们就透过大卫的这段经历的学习 也让我们来思想一下 危机到底能带给我们基督徒什么 第一 危机带出更多的寻求和依靠 有些人一听到这句话就会问 危机怎么会带出更多的寻求和依靠呀 我是想说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弟兄姐妹 我们扪心自问一下 当我们凡事顺利 忘事通达的时候 当我们自以为自己很能干 很刚强的时候 当我们自认为自己不需要人帮忙的时候 你会想去寻求主的帮助吗 还是说 当我们碰上了困难 遇到了危机 甚至无路可走的时候 我们想要去寻求主的那颗心 会更多一些 更迫切一些呢 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肯定是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肯定是我们靠自己的能力 无法去解决和面对的时候 我们这些危机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寻求主的心 我们想要去依靠祂的心 才会更加地迫切 危机 危机常常让我们人是感到很无助的 也会让我们感到很脆弱 很多时候甚至是绝望 在这种情况下 神们才更容易去转向神 我们要去寻求神的帮助 寻求神的力量 寻求神的安慰 很多时候在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 我们才更容易意识到 我们作为人 我们能力的有限 我们才更容易去明白 神那无穷的能力 当危难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那个信心 会被激荡起来 我们会有那个深深的渴望 渴望主的脸转向我们 渴望主听见我们的呼求 我巴不得 主的帮助立刻领导我们 我再来思想一下大卫 既然神拣选了大卫 又高力他做以色列的王 特意拆了 萨摩尔去高他 但是神 为什么 又兴起 或者说允许 那么多的危机 临到大卫呢 让大卫一直躲避扫罗的追杀 不是几个月 不是一年 不是三载五载 而是长达十几年 十几年 因为这正是大卫这十多年的 身处险境和逃亡之路 正是这十几年的危机 让大卫学会了 更多地去寻求主 去依靠主 这也正是大卫成为 和神心意的 伟大的以色列君王的 熬练成长之路 在起初 大卫面对危机的时候 他有没有试图依靠自己的能力 或者去投靠别人 当然有 起初的时候 大卫逃到了萨摩尔那边 寻求帮助 扫罗依然要来杀他 后来呢 大卫又逃到了祭司那边 连累了祭司的全家都被杀了 和全城的人都被杀了 以至于当时全以色列 没有一个人敢来帮助大卫 大卫也想投靠扫罗的儿子约拿丹 但是他又怕扫罗因为记恨 而去杀了他 于是他只好逃到敌人 费力士人的阵营当中去 很不幸的是 让敌人发现了他的身份 他只好专风卖傻地逃走了 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大卫依靠他自己的能力行得通吗 行不通啊 他去投靠别人 靠得住吗 靠不住啊 全都不可行 好像 无路可走了 于是 神把他大卫带去了旷野 正是这一段逃亡的经历 让大卫清楚地看到了 人能力的有限 让他看到了自己的缺乏 于是 他开始转向神 他开始专心地去寻求神的帮助 去依靠神 也正是这段时间 让他与神建立了亲密的交通的时期 让他的生命变得更加的锋芒 也让他与神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也正是这段时间 让大卫写出了很多诗篇里 让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耳熟能详的诗 大卫在诗篇中多次提到 在他受苦逃亡或感到危险的时候 神就是他的避难所 神就是他的力量的源泉 我挑了几节经文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诗篇的这几节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诗篇十六篇一节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我曾寻求耶和华 他就应允我 就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 神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阿们 弟兄姐妹 危机有时候不仅仅是我们要面临的挑战 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长的一个契机 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特别是面对危难的时候 多多地去寻求我们的主 去依靠祂 不要忘记 祂是我们的拯救 祂是我们的避难所 祂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地帮助 阿们 第二 危机带出更多的思考和修正 很多时候 危机不单单是危机而已 在危机中 我们除了更多的要去寻求神 去依靠神之外 我们还要有敏锐的眼光 我们还要有更多的思考 因为危机啊 有时候往往也是神 给我们修正错误的一个机会 最近我们的教会在排练一个新的舞台剧 《路德记》 大家都知道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路德 《路德记》当中的 这卷书当中的《拿额米》 当时国中因为遭遇了饥荒 拿额米的丈夫以利米勒 就带着拿额米和他的两个儿子 从犹大的伯利恒帮去了摩押 要知道这个帮迁 正是从被神祝福之地的犹大伯利恒 搬到了不被神祝福的摩押之地 摩押人和亚门人 是罗德和他的女儿们乱伦的后代 后来又因为得罪神 神在《生命纪》二十三章第三节里提到说 亚门人和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 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帮迁 让拿额米陷入了一个危机 那就是拿额米在摩押地生活的时间 期间他的丈夫和他的两个儿子 相继都死了 在这样的处境中 你说当时的拿额米痛苦不痛苦 爱上不爱上 先死了丈夫 后来又经历了两次的白发人 送黑发人 我们试想一下 很多人经历其中一次的打击 可能就崩溃了 可能就受不了了 更何况拿额米经历了三次 所以那是相当的痛苦 那是相当的哀伤 但是在这样的危难临到他的时候 神给他送来了一个消息 在路德纪一章第六节里说 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 眷顾他的百姓 赐粮食与他们 于是拿额米在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跟着就做了一个决定 弟兄姐妹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 拿额米决定要起行 他要离开他所住的地方 他要从摩押地归回 归回到犹大伯利亨 也就是说 他要离开不被神祝福的摩押之地 重新回到被神祝福的犹大伯利亨去 从另一个层面来说 他人生的道路 也从原先错误的方向上 修正转回到 神为他命定的那个方向上 重新回到犹大伯利亨的拿额米 开始经历神的恩典 拿额米的儿媳路德 一路对他不离不弃 后来呢 路德与波阿斯的儿子 俄贝德 又一起来奉养拿额米 要知道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 诚如路德纪二十四章第十四节里提到的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 使你无致敬的亲属 神把拿额米在摩押地失去的东西 以更荣耀的方式补给了他 阿们不阿们 正言书十六章第九节说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 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清楚地知道 当我们身处在任何一个危难当中的时候 你要敏锐 唯有我们的神才能指引我们的脚步和方向 你要发现神为你预备的那个转机 并且紧紧地抓住它 因为很多时候 很多危机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要看到这些机会 也是神给予我们的一个恩典 也是神给我们修正错误的一个机遇 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能发现和得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在背后预留给我们的那份隐藏的美好 第三 危机带来更多的经历和同在 也就是说 危机可以成为我们与神同在的一个契机 前面我们提到说 危机会让我们基督徒主动地去寻求主的帮助 去并信靠祂 我们要知道 一旦我们去寻求主 亲近主 我们全心地去依靠祂的时候 神必定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动工 我们就没有什么好担忧 我们没有什么好惧怕的 因为我们要相信 主必定会让你经历与祂的同在 请你对你自己还有旁边的弟兄姐妹说 主必定会让你经历与祂的同在 生命纪三章 三十一章第八节说 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 他必与你同在 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哇 多么美好的应许啊 弟兄姐妹 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呀 是对你说的 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的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 把你改成我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和华必在我前面行 他必与我同在 必不撇下我 也不丢弃我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想想看 你无论去往任何地方 你无论去往哪里 都有一个人陪着你呀 一直在前面引领着你 时时刻刻保护着你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更何况 在我们前面行得 是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啊 想想都觉得好安心 还不单单如此 而且 他还应许我们说 必不撇下你 必不丢弃你 所以 弟兄姐妹 其实外界的环境 非常地糟糕 可能是身体上的 身体健康上的 可能是我们财务经济上的 也可能是我们家庭 或职场关系上的 这些危机临到我们时候 不要忘记 神的引导 神的安慰 神的帮助 一直与我们同在 当基督徒真正经历 神的同在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 能够感受到那种 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平安 这个平安 不是说我们周围的环境 立马地改变 也不是说 我们遇到的难处 马上得到解决 这种平安 是来自于我们的信念 我们的信心 和我们对超越 眼前境遇的那种盼望 因为你坚信 神仍然在掌权 你相信神在掌控一切 祂知道每一个细节 祂知道我们的每一个需要 祂在我们的前面行啊 弟兄姐妹 而且是永远地在我们的前面行啊 临到我们的一切的困难和拦阻 首先都是要经过这位神 亲自测量的 只因为祂在乎我们 只因为祂爱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好惧怕的 我们还有什么好惊慌的 所以 弟兄姐妹 即使你现在的环境 看似很艰难 看似没有出路 你要知道 你的未来 仍然有身美好的计划 你仍然有它美好的旨意 仍然有它永远的命定 Amen 上次我在预备这篇奖章信息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 但是呢我很感动 我就在想 我一定要把这个见证呢 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姐妹 所以今天神给我这样的机会啊 我就把这个见证分享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 我认识的一个主内的姊妹 她呢在商上是带领一些青少年 一些youth是做一个暑期夏令营 是住在商上的 当时呢就是快到最后一天的晚上 快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他们就同工们商量 就说要给这些youth呢 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回忆 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他们要决定举办一个户外的篝火晚会 那些青少年就好开心 非常的期待 于是呢 这个姐妹就提前好几天 就在营地里去查那个天气预报 去跟进那个信息 很不幸的是 天气预报说 当天那片区域 当天晚上会有强降雨 而且是百分之百的 哇 这可如何是好 其他同工就说 赶紧赶紧 Plan B Plan C都要去计划 要去想想哈 然后我那个姐妹就非常 说的那个姐妹 她就非常不甘心 她在祷告之后 她就告诉大家说 继续保留户外篝火晚会这个计划 于是最后一天的时候 她一早就和另一个姐妹 去到了一个室内的一个房间 她们来到神的面前 持续地迫切地祷告 她们求神来帮她们去解决这个 在人已经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困难 非常奇妙的事情就在那一天发生了 当她们一直祷告的时候 原先要经过她们那片区域的乌云 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控一样 就是那个姊妹呢 刚好就录了那天的天气预报的一个视频 我已经把它要过来了 我请盈盈媒体同工帮忙播放一下 只有几秒可能看得不清楚 我先解释一下 中间这个在点点 在闪的那个点呢 就是它们所在的那片区域 我们看到深色的那片 移动的这个呢 就是乌云 看到没有 本来要经过它们那个区域的乌云 看到没有 非常奇妙 好像有只无形的手在操控 经过它们的时候 从中间分开了 我就觉得那个 祷告 神真的是听的 乌云它自动分开 这个在人 我们是无法去成就这件事情的 他当时我看了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的第一的感受就是 我们的神真伟大 我们有这位神真好 阿们不阿们 这也让我想起圣经里记载的 神在古时的奇妙作为 祂是怎样带领以色列人 祂的百姓出过红海 过约旦河 祂是怎样在雨柱 火柱中引领祂的百姓 祂又是怎样赐下玛娜 去喂养祂的百姓 祂又是怎样为着 祂的百姓成为元帅 去征仗的 在今天 你要知道 祂依然是行神机骑士的神 阿们 就像我刚刚分享的这个见证一样 很多时候 这是我们人不可能解决的困难 但是 在神没有不可能 Nothing is impossible 因为马可福音 十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说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我们再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 在人是不能 在神却不然 因为神凡事都能 Amen 弟兄姐妹 我们的困难 我们的处境 我们的信靠 会让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 神的伟大和祂的奇妙 也能让我们更真实地 经历神的帮助和同在 也许弟兄姐妹会问 我要如何才能将危机转化为转机呢 非常简单 你要学会与神对话 我们要透过神的帮助 我们要通过读经 我们通过主日和小主的聚会 我们要透过敬拜 我们透过祷告 这些方式来与我们的神对话呀 特别是祷告 在危机中 祷告会让我们成为与寻求神帮助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途径 因为通过祷告 你会得到从神而来一个清晰的引导 和从神而来的智慧 通过祷告 我们来能知道我们怎么去应对这个危机 而且你会发现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转机 很多时候通过祷告 我们也能深刻地感受到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引导 神的安慰 还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平安和力量 雅各书四章第八节说 你们亲近神 神就必亲近你们 当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关系与神紧密连接起来的时候 你要相信弟兄姐妹 我们要相信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无论我们现在身处在怎样危难的环境当中 我们都要相信 我们都要相信神 神必会在危机中 为我们预备那样一个转机 带领我们 从危难中 从绝望中 走出去 Amen 好 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 我们为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我们何等的感恩 有你这样一位伟大的神 做我们的天父 你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前面 引领着我们 保护着我们 神啊 你也应许我们说 你必不撇下我 也不丢弃我 神啊 无论你 我们弟兄姐妹 甚至在你 我们的环境 我们是身体健康上的 我们是擦在我们经济上的 还是我们在环境当中 我们在工作当中 我们在家庭当中 我们的关系有紧张的 神啊 你求你来医治 求你来安慰 来给我们更多的信心和盼望 因为你是那位 又真又祸的神啊 神啊 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都能回转到你的面前来 无论有任何的难处 都带到神你的面前 求你侧儿来听 求你睁眼来看 求你看顾我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这些冷漠的心 冷淡的心 神啊 被你如火眺望起来 求你赐下你的平安 你的盼望 你的安慰 你的力量 因为我们知道 神你的恩典 永远够我们怂恿 谢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送账归给你 祷告 是奋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了你祈求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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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